这里是唐诗诵词 古诗词 我是信儿 今晚要共同赏读的是 别除 送 欧阳修 花光浓烂 柳清明 浊酒花钱 送我行 我一切如常日醉 莫叫闲管 作离生 欧阳修胸襟旷达 虽处逆境之中 仍能处处自得其乐 他的醉翁亭记 末尔段就表现出 他与民同乐的情景 此诗和醉翁亭记 同样用了一个醉字 但并不过多地渲染那些 离情别墅 醉翁亭记是写 游艳之乐 山水之美 这首诗所表现的是 父老倾故 送别渐艳的情景 别是一番情味 诗的前二句 以绚丽的春光 衬托热烈的送别场面 后二句抒情 内里诗则蕴含着 惜别的深情 只是故作旷达 自畏且畏人 这首诗落笔轻快自然 品逸流畅 首句写景 点名别除的时间 是在光景融合的春天 欧阳修由除州 喜之扬州 朝廷的公文是在那一年 润争月下达的 抵达扬州为二月 除州地处南方 气候较暖 这里与作者在 仪陵 也就是湖北仪昌 所写的另一首 细达原真诗 春风一步到天涯 二月山城未见花不同 而是花光浓烂 柳丝清明 这样 此诗首句 不仅写出了 别除的劫后特征 也为全诗定下了 舒坦开朗的基调 次句叙事 写当地利明 特意为欧阳修建行 灼酒花前 是重宾客 宴宋之州 与醉翁亭记的 之州宴重宾客 正好相反 这天 还有私足助兴 气氛显得热烈隆重 它虽不同于 以往投胡下棋 公愁交错的 游宴之乐 但同样写出了 官名同乐 和除州民众 对这位贤之州 离任的一片深情 后两句是抒情 是人把自己矛盾 激动的心情 以坦然自若的语言 含蓄地表达出来 欧阳修在除州任职期间 颇有慧政 践行时 当地父老 向他所表示的 真挚友好的感情 使世内心 久久不能平静 两年多的贬折生活 即将过去 这里地僻是简 民俗醇厚 作者特别对以前 在除州 狼牙山 与众宾客的 游宴情景 怀念不已 而此时 却是离别在即 除州的山山水水 利明的热情续旧 使他百感交集 这里 我一且如 常日醉的且字 用得极好 写出了诗人 与众宾客一起 开怀唱饮时的 神情意态 和他的内心活动 拮据用的是 反衬手法 在这种 鉴别宴上 作为助兴而奏的音乐 是欧阳修平时 爱听的曲调 但因 离忧音心 所以越是悦耳的曲调 内心就越感到难受 唐朝张卫写过一首题为 宋卢菊史和元的 赠别诗 故人行意向边周 匹马今朝不少留 长路观山和日静 满堂私竹未君愁 这里节句 所表达的意思 为欧阳修所画用 莫叫闲管做离生 发人思索 使诗意于运不尽 后来黄庭坚 夜发芬宁 寄杜剑首诗 我自止如当日醉 满川风月替人愁 也是从此拖出 欧阳修这首诗 与一般续写离愁别续之作 所渲染的切册之情 有明显的不同 他落笔轻快自然 平易流畅 这与宋出盛行的刻意追求 词早华丽 内容却显得空虚的 西昆体诗风 形成鲜明对比 由于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中 以明快朴实的诗风 立脚实臂 因而就成了 北宋诗坛的一大名家 好了最后 让我们再来一起 诵读一遍 别除 送欧阳修 花光浓烂 柳清明 浊酒花钱 送我行 我一切如常日醉 莫叫闲管 作离生 好了各位室友 今晚的诗词 与您分享到这里 作离生 有秘语 导演